4000米,有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,它也被称为世界屋级第三级,青藏高原。 高原上还有着一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铁路,青藏铁路。 是一条连接青海省西宁市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的国铁一级铁路,全长1956000米。 这条线上有世界上第一高的车站,叫唐古拉站,海拔5072米。 4900米,是一条竖线,高于这个高度几乎看不到树木了,只有一些苔鲜植物能够存活。 5000米,在这个高度还可以看到大型哺乳动物西藏牦牛。 8848米,世界第一高峰,坐落在喜马拉雅山脉的朱姆朗玛峰, 位于中国与尼泊尔的边境线上,北部在中国西藏定日线境内,南部在尼泊尔境内。 1万米,普通客机的飞行高度,现如今很多飞机在进入飞行状态之后都会维持在1万米以上的高空。 1万米以下是地球大气的最低一层,对流层。 我们常见的风与雷电等天气就发生在这一层,所以飞机为了平稳安全的飞行都会爬升到1万米以上。 来到地球的平流层,这里的空气都是水平流动的,有利于高空飞行。 另外,平流层的主要成分是畜氧。 如果没有平流层,紫外线就会直接照射到地面,大部分生物可能都要灭绝。 1万1300米,是已知飞得最高的鸟,非洲突就能飞出的最高高度。 2万1500米,是上世纪美国的侦察机在苏联上空的最高飞行高度。 4万1419米,是一位名叫阿兰尤斯塔斯的谷歌高管创下的最高跳伞记录。 据报道,他当时一秒钟下降了367米。 7万5000米,闪电精灵出现的高度,这是一种发生在雷暴区域的奇特现象。 因为闪电精灵的速度太快,看见它的人们常常以为这是UFO不明飞行物。